科比在老巴斯心中的地位极高 这让巴斯家族的后辈们 毫不犹豫地为科比送上了一份 两年4850万美元的合同 这也算是巴斯家族的传统 在某树式生涯的尾声 老巴斯就给他开出了一份巨额合约 15-16赛季 科比高达2500万美元的年薪 让他成为了全联盟薪水最高的球员 这就是排面 新赛季的胡人阵中 不乏生猛的年轻天赋球员 兰德尔 乔丹克拉克森 以及刚刚从选修大会摘线的榜眼 德安吉罗拉塞尔 他们都被认为是这只胡人的未来 然而 球队的开局却相当惨淡 继前赛 科比打了5场 胡人一胜4负 随后 ESPN一如既往地公布了球员排名 结果只把科比排到了第93位 对此 科比不屑一顾 并把ESPN称为白痴 与此同时 科比还探望了一下奥多姆 这位曾与科比融入于共的老友 在退役后遭遇各种不幸 最终自甘堕落 在医院昏迷不醒 当时在拉斯维加斯打季前赛的科比 提前退出比赛 深夜打车赶往医院 看着曾经同甘共苦的兄弟 科比体会到了久违的亲切感 新赛季 胡人仙仙打出了三胜十二负的开局 科比的竞技水平直线下滑 打出了几场不忍直视的比赛 其中有9场命中率不足30% 但出手却超过10次 包括一场14投一中的糟糕比赛 这甚至让不少批评家都吓了一条 肯尼史密斯就表示 科比 我们为你在TNT留了一个位置 他将在明年4月为你准备好 因为你们无法进入季后赛 听闻此言 科比面沉如水 现在的黑曼吧 除了要面对失败 每天还要面对媒体的冷嘲热讽 一直以来 科比都将篮球场示为他最安全的避风港 然而他生涯将自己难堪的一面在球场展现出来 11月中旬 胡人主场堆阵活塞 科比忍受着背部伤痛 打出了精彩表现 15投7中 率队拿下赛季第二场胜利 此时 彩带从天而降 全体球迷起立鼓掌 这一切让斯台普斯看上去 就像在他总决赛一样热闹 久违的胜利让科比喜笑颜开 但是在恍惚之中 他不想退役的决心似乎动摇了 科比向拜伦斯科特表示 教练 如果可以的话 我想打满每场比赛 因为这将是我的最后一个赛季 两周之后 科比在球业论坛往头下重磅炸弹 声明自己将在赛季结束时正式退役 科比不得不用这样一种方式 来承认一个明显的事实 以他目前的身体状况 已经无法再打出高水平的篮球比赛了 科比的退役声明 是一封情书 而他表白的对象 正是篮球 从我把附近的长筒袜卷成球 想象自己在大西部论坛球馆 命中置身一球的那一刻起 我就清楚地意识到一件事 我已深深爱上了你 爱之深切 让我清其所有 从我的意志和身体 到我的精神和灵魂 作为一个深爱你的六岁小孩 我无法看到隧道的尽头 只能看到分离奔跑的自己 我不停地跑 在每一个球场穿梭 追逐每一个地板球 你要我拼尽全力 我为你付出真心 因为付出 让我收获更多 我在球场流尽汗水 伤病缠身 不是因为我在响应挑战 只是因为你在召唤 我为你付出一切 你为我清其所有 让我们彼此之间 感到生命的存在 你实现了一个六岁小孩的胡人梦 为此我永远感激涕灵 只是现在 我已无法继续对你迷恋 这一赛季 将是我献给你的绝唱 我的心脏可以承受打击 我的意志可以应对坚信 但我的身体明白 是时候该说再见 这样也好 我已决定放手 但是现在 我就希望让你知晓 因为这样我们便可以尽情地享受 剩余的每分每秒 我们都清楚 无论我接下来做什么 我将永远是那个 把袜子卷成球的小孩 瞄准角落的垃圾桶 想象着五秒的倒计时 球在我手 五 四 三 二 一 这封情意绵绵的信 流露着科比的篮球运动的情真意切 然而科比曾经的豪言 和现状的悲怅 却在这份脱衣声明发布之后 对立起来 几年前 科比发誓要一直打到走不动路 绝不会伤感地在各个城市挥手告别 更不会接受他们的赞誉和临别赠礼 但是 在敲铃退役时间后 科比的最后一击 却变成了他曾经最不想看到的样子 球迷们大批涌入每座球场 虽然胡人输了一场又一场 但科比每到一个客场都会收获英雄般的礼遇 圣诞大战堆针快船 科比全家早早就到达球场 瓦尼莎和女儿还为保罗的儿子送上圣诞礼物 科比和保罗的私交很好 赛前 他向保罗表示 可不要对我们心软 因为我会努力打爆你们 比赛开始 胡人一度落后28分 但是在第四节轰出25比4的小高潮 科比临时扮演教练角色 在场边指导着年轻球员 只不过胡人最终还是功亏一篑 遗憾落败 科比全场得到12分3助攻 虽然只有三次助攻 但已失全堆最高 12月末 科比最后一次做客波士顿 他特意把全家带来观战 科比的小女儿曾在一场累球比赛中失礼 结果回家生气大哭 当时科比拿出了自己在08年总决赛 输给凯尔特人的录像 给女儿看自己哭着走出球场的画面 科比表示 这都不算什么 你只需要重新再打回来 北岸花园球馆 对于科比意义重大 他想让女儿们也感受一下这里的气氛 科比曾表示 时至今日 每当我听到绿军三巨头时期的进场主题曲 我依旧会惊出一身冷汗 为了表示对伟大对手的敬意 安吉德赛前赠送给科比跨凯尔特人的球场地板 这份礼物意义非凡 他见证过拉塞尔的辉煌 也见证过魔鸟大战的疯狂 二月多伦多全明星赛 科比遍布全球的信徒再次将他投进西部首发 他这次被归到了前锋位置 得票数高达190万 足足是第二名杜兰特的两倍 甚至人气爆棚的库里 也不得不将票望之位攻授相让 这场全明星是科比特一巡演的高潮 他选择静静地欣赏 并享受这里的每分每秒 全场比赛 科比拿下10分7助攻 6篮板一抢断 加起来正巧是24 比赛结束 全场球迷起立 为科比欢呼鼓掌 随着时间推移 科比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 他正在为篮球生涯之后的未来悄悄做着准备 在一次专访中 科比就表示 我的挑战和以往不同了 我要去完成一件大部分运动员都做不到的事 那就是在退役之后 在其他领域也取得成功 乔治·阿玛尼在40岁时创办了自己的品牌 那可是40岁 所以在我面前 还有很长一段人生路要奋斗 科比随后承认 他的目标就是打造个人品牌 将传奇续写 极具商业头脑的科比 正在谋划一次伟大的谢幕演出 他的最后一战 已经敲定在4月中旬 胡人主场迎战爵士 随着球迷们伤感的情绪日渐浓厚 科比开始授权出售一系列的高价纪念品 限量本夹克山 甚至要卖到数千美元一件 科比比谁都清楚自己的市场价值 毕竟这20年来 他的比赛场边从不缺少 伊弯富翁和好莱坞名流 为了准备这场谢幕战 科比特意加紧了训练 他可不想把比赛搞砸 给数十年后的球迷们留下笑柄 科比决定倾尽全力 交出一份值得纪念的完美答卷 多年前 科比从乔登身上 挖掘出了数据的奥秘 掌握了坎芬的秘诀 如今到了生涯最后一战 科比依旧可以找回曾经的魔力 来击败所有运动员都望而生畏的敌人 时间 赛前 科比在所有年轻球员面前 开始了他最后一次的赛前动员 今晚我们要倾尽全力 这是我唯一的要求 随后的剧情就像好莱坞的剧本 胡人全场落后 打到第四节 分差一度被拉大到14分 此时37岁的科比 正向单场60分发起冲击 最后一记三分 最后一个急停跳投 最后一次走上罚球线 科比连得17分 凭借一己之力 带队逆砖去胜 整个第四节 科比一人独得23分 而爵士全队仅得21分 科比成了15-16赛季 第一位拿下60分的球员 科比曾经回忆 当时的比赛气氛很诡异 队友们一直鼓励我 投啊 投啊 那些曾经念叨着 让我传球 传球的那些人 现在又都叫我出手 就感觉好像我突然从一个大反派 变成了大英雄 那感觉真是太奇怪了 那一夜 勇士在奥克兰拿下了 神奇的73胜 将乔丹的72胜 公牛赶下身坛 但是科比 却有一次 惊为天人的告别演出 抢走了所有头条 他把握住了 这最后一次机会 让落成球迷再次想起 他们多年以来 追随科比的原因 不过洛杉矶的欢呼沸腾 远比不上大洋彼岸的中国 这场退役战 吸引了超过1.1亿的中国观众 比赛当天 很多公司都收到员工的请假条 甚至不少公司干脆放假半天 那个曾经打算转行当作家的科比 终于告别了球场 从拥有梦想 到实现梦想 科比用自己的人生 写下了最美的预言 科比表示 我不可能写出比这更好的剧本了 他抬起手臂 只向斯海普斯的球迷 Mamba Out Mamba Out 几分钟之后 印有Mamba Out的T恤衫 在各大网站被抢购 科比肩上披着的那条毛巾 最后被拍出3万美元的高价 而他脚踏过的地板 则被拍卖出18万美元 在eBay上 科比谢幕战的一带空气 则从1美元 被净拍到了1.5万美元 科比似乎可以找到 一切问题的答案 但是有一件事他无力回天 科比的父母缺席了 儿子的退役战 乔布莱恩特透露 科比母亲帕梅拉 在2016年被诊断出脑癌 当时她立即做了手术 需要在家休养 一切尘埃落定 科比遵守了自己的诺言 没有在媒体面前流泪 但所有人 都感受到了 她的伤感 孤独执拗的24号 走下了球场 留给球迷们的 只有一座空荡荡的球馆 以及洛杉矶夜空中的一句话 曼巴黎场 但传奇 永不退场 Heroes come and go But legends are forever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您的观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